感谢朋友们来到俊美谈心 我连续做了四期的节目 是关于邮轮游的 但是做完第四期节目之后 我才发现 我忘了把这费用跟大家说了 真的是不好意思 费用是带阳台的邮轮 五天四夜的行程是 两个人一间房间 2435新币 当然这个是学校假期 没有任何折扣 如果朋友们避开6月和12月的话 这个价钱还会更便宜一些 好6月假期过完了 这期就聊点正经了 很多朋友留言 问我在新加坡找工作的事 有些留言我有回复 有一部分我就没有回复 实在是精力有限 顾不过来 在这里给大家抱歉 不过这一期节目 就是专门给想来新加坡 找工作的朋友们准备的 让大家了解一下 目前新加坡就业市场的情况 新加坡 一个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小红点 承载了无数华人 不平凡的故事 郡伟谈心 为您谈古论金 最近经常听到一些人的抱怨 说在新加坡的工作 是越来越不容易找了 在新加坡的工作签证 也越来越难签了 申请绿卡也是越来越难 这么说吧 这个工作啊 从来就是不容易找的 在全世界都一样 在什么时候都一样 特别是想出国找工作的人 那要受到当地工作签证的 种种牵制 确实不容易 前几天看到新闻 说在美国读出的 年轻人们毕业后 80%的人 连实习生都找不到 直接回国 剩下20%的一年后 有一半也回国了 所以你看现在海归 都变成贬义词了 回去之后 由于没有国内的工作经验 国外的工作经验也是零 找工作 还不如在国内院校 毕业的学生有优势 和现在的年轻人比 我们20来年前出国什么样呢 和现在没两样 就业市场还是一样 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同样都是不容易 不是说20年前就容易 20年后就不容易 不过有一些不同的是 20年前和20年后的今天 有很多新的行业出现 那有很多旧的行业被淘汰掉了 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观念的不同 什么叫观念的不同呢 我给你打个比方 从前我们那会儿出了国 就没想着要回去 找得到工作也要找 找不到工作也得找 就得在国外死磕 那我们这一代还算好点的 出国呢 还能多少贷一点钱 那比我们更早的那批人 出国后还没开始上学 就得先找地方打工 那不然就要饿肚子了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 没上大学就直接去美国了 到了美国之后 护照一撕 就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 不混出个样啊 绝对不回去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没有了后路 反而有了出路 你看现在人家在纽约 也是大老板了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我只是打个比方 我不是说 留在国外的多么好 回国的就不好 不是这样的 回国有大把的机会 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 每个人走的道路也不一样 新加坡的就业市场 现在也不太景气 但比较起其他的国家 还是要好一些 目前的失业率 在2%左右 那前几年都在1.8% 或者1.9% 1.8%的失业率 是什么概念呢 那基本上就是全民就业了 你看在美国最好的情况下 也是4%的失业率 那为什么在新加坡的就业情况这么好呢 不是因为别的 因为它小嘛 人口也少 但是相对于较小的国土面积 和比较少的人口来讲 相对来说 这个经济体算是大的 基本就是一个小马拉大车的状态 自己家的几匹马拉不动怎么办呢 那就得去借两匹马来 借来的马就是外来员工 新加坡的经济是一直如此 光靠本国的劳动力是远远不够的 一定要借助外来员工 才可以维系经济发展的需求 那么哪些领域需要外籍员工来帮忙呢 各行各业都需要人 但是呢 以下有几个行业是这几年比较缺的 比如说公共卫生领域 新加坡逐渐的会步入老龄化 所以对医生护士的需求特别的旺 工程师 工程机械人员在新加坡特别的少 是因为之前的教育出了问题 在给工程技术人员培养的通道不够 所以导致本地人不愿意学 这方面需要大量的外国人 那最近还比较要需求的是幼教老师 诱文教育老师 这也是新加坡比较缺乏的专业 需求非常的高 刚才说的新加坡的经济是处于 小马拉大车的状态 日子一长呢 政府觉得 这光靠借来的两匹马也不是个事 虽然经济发展非常的快 但是自己家的小马们的生产力 却一直没有提高 那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长期依赖外籍员工的结果 所以政府现在怎么想呢 就要提高本地员工的生产力 另外也要进行整体的经济转型 要利用高科技和互联网 解决本国人口不足 和推高国人的生产力 这个战略就是要打造新加坡成为一个智慧国 前一段时间 新加坡总理公署成立了智慧国和数码政府工作团 就是为了加速落实智慧国的愿景 那这个部长级的委员会将加强政府各方面的运作 包括了策划集中资源跨部门的协调合作 并确保策划及执行的工作能紧密配合 那新加坡政府不是今天才想起这个计划的 他早在2014年就启动了智慧国的计划 是要求各政府部门加大力度 利用科技提高行政效率 不过李显龙总理认为 目前的进度还不够快 而各种激励措施呢也还没有汇集起来 所以才成立了部长级的委员会 就是为了要加速落实这个计划 那新加坡是全球智慧城市的建设样板 是实践智慧城市的标杆国家 因为它拥有良好的基础 长期以来这方面都属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智慧国家2025计划 这是全球第一个构建智慧国家的蓝图 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新加坡就有望建成世界上首个智慧国 说了半天什么是智慧国呢 简单来说啊 就是利用科技 第一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改善人们的生活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十多年前啊 新加坡政府就推行了一个叫做 SIMPath的东西 这个SIMPath是每个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专有的一个号码 只要在任何的政府网站上 比如啊 你想成立一个公司 那你就可以在相关的政府网站上输入 那你的身份证和SIMPath密码 当然后来又加入了手机的双重认证 加强安全 所以新加坡人或者永久居民 想成立一家公司或者企业 只需要上网直接申请 不需要亲自跑到政府部门去办理 那这样就省下了许多的麻烦和不必要的时间 而同时呢 这种做法其实也省下了政府的资源 进一步使新加坡原本就小 而有效率的政府部门啊 进一步的缩小 那你看这样一来 也省下了很多纳税人的金钱 所以你看 这种做法在十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带了好处 一是提高了效率 二是让本国人民比较便捷的处理一些 在别的国家很繁琐的事情 但是现在新加坡政府觉得做的还不够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经常用的 因为现在拿中国的护照来新加坡 还是需要签证的 所以每次我的亲戚或者朋友啊 如果来新加坡玩 都会找我帮忙做签证 一开始啊 他们还怕麻烦我 浪费我的时间 就找国内的旅行社去做 我说不用不用 我来帮你做 我只要把他们的护照号 输入到新加坡移民厅的官网 24小时之内 电子签证一定会寄给我 而且手续费只有30新币 比国内的旅行社还便宜 所以每次我把签证发给我亲戚朋友们的时候啊 他们都说哇怎么这么快 找旅行社申请至少要一个星期 你看这就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 我们平时在新加坡如果护照到期需要换护照呢 也不用去政府部门 直接网上申请 护照寄到你家附近的邮局 然后呢你带着身份证去邮局取就行了 这些方式都是十几年前都已经实现的了 那么现在要打造真正的智慧国的话 方便程度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程度 要远远高于这些水平 比如这个智慧国其中一项构想就是 在整个新加坡啊 有差不多10万盏的路灯 政府科技局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现成的涵盖全部新加坡的基础建设 构建什么呢 全国的传感器网络 那这样一来呢 这交通局管辖的智能的接能系统 不仅仅是提供夜间照明的用途 也成为全国传感器网络的主干 那收集来的信息呢 作用可大了 可以收集来自交通警察 沟渠 或者装在组屋区的电梯 保安摄像机的闭路电视画面 再进一步融合所有的影像数据 成为一套综合的大数据库 再比如 在新加坡两年前宣布了 新加坡将会是第一个大量使用 无人驾驶公共汽车的国家 现在正在做大量的实验和测试 另外一点在工业方面呢 机器人肯定会在近期就能够大量被工厂采用 总体来说呢 智慧国的目标就是让国人通过科技的力量 过有意义和充实的生活 但是智慧国并不是所有的新科技 多多益善就好 并不是这样来衡量的 而是一个啊 这社会如何有效的使用科技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 智慧国的理念和推行必须是以人为本 那在以人为本的同时 还要考虑智慧国的三大因素 那就是第一成本 第二方便程度 第三网络安全 好 我介绍了这么多新加坡智慧国的建设 那么现在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相关的东西来了 要在2025年之前实现智慧国的理想 人才够不够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我的节目为您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我讲的故事为您解了闷 请您为我点个赞 并且留下评论 要实现智慧国的愿景啊 新加坡必须大量需要以下的专业人才 第一数据分析人才 第二网络工程师 第三系统工程师 第四人工智能 第五数据项目管理 第六网络安全 第七用户体验设计师 或者用户界面设计师 这都是目前新加坡急切需要的人才 这新加坡的工作签证政策啊 是与经济发展的状态息息相关的 而且新加坡政府比较有效率 政策调整的非常的快 不像在其他大的国家 好像在美国 调整一个政策呢 且得等着呢 所以啊 只要你具备新加坡目前急需的这些技能 那么新加坡的大门肯定是敞开的 申请工作签证也好 移民成为永久居民也好 相对的都非常的容易 非常的快 但是朋友们不要觉得 新加坡只需要以上的这些人才 这些人才是新加坡目前急需的人才 但并不代表新加坡不需要别的方面的人才 那在各行各业 新加坡都是需要人的 因为这里本地的人力资源啊 还是远远不够的 各行各业都有机会 所以整体新加坡对于移民 还是持开放的态度的 即便现在全世界都在收紧移民政策 但是新加坡不能收 因为这里的人口少 生育率又实在太低 当然目前移民的批准难度 肯定是避前大 那是因为全世界的经济都不明朗 那新加坡呢 在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它也要小心行事 但是长期的移民政策是不变的 所以很多朋友啊 在新加坡工作了很多年 申请绿卡一直申请不到 我就经常劝他们说 别着急 你现在不要把眼睛天天放在这个绿卡上面 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 早晚都能拿到 但是有一类的人才 新加坡肯定是不要的 什么呢 低技术的工人肯定不需要 即便现在啊 暂时还需要一些低技术的工人 但是逐渐的 新加坡会把这部分的工作淘汰掉 这种工作新加坡不做了 因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很快就会到来 到时候这些工作都会被机器取代 那如果把这部分低技术的员工留下来的话 在将来很可能会成为新加坡政府的负担 好 今天跟大家说了新加坡目前就业市场的状况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去思考一下 今后有机会我再和朋友们聊聊 如何在新加坡找工作 好 这期节目到这里结束 我是高俊伟 祝大家好运